要活得精彩 就要學多一點 自在人生大學堂 陳美思 自在人生大學堂有這個系列 講講世界文化遺產 這個題目真的非常有趣 大家記得跟著我們這十三集來聽 就會有很多新發現 或是原本你也知道的東西 再深入了解更多 這個節目也有點像旅遊節目 會帶大家到世界各地 我們身邊每次都會有這位嘉賓主持 他是珠海書院助理教授 佛學研究中心 而且他對歷史文化有深深的了解 還有很有興趣的 所以很多不同的範疇他都會涉獵 他就是李君杰博士 你好 Francis 你好 美思各位聽眾好 最近你很忙 因為剛剛完了書展 你在裏面有份講討論 還有認識很多朋友 今年都有出歷史書 正是適合我們這個系列 我們講文化遺產 都是一些歷史上的東西 是呀 今年我有些朋友 例如有出香港的極簡史 將香港過去百多年的歷史 用一些圖表的形式去歐華出來 好呀 極簡 讓大家看到書名 就覺得不要太大負擔壓力 不用你看本具著 我們透過這本少少的極簡史 就可以知道香港的歷史 沒錯 另外也有朋友 講金融的武俠小說 不過他就不是講裏面的內容 而是講中國歷史上 就是宋代 寮代 以及西夏三國國家 複雜的國際關係 是 是 很多這些正書 不可以不講你有份參與 這本《三國傳真》 最近又流行玩三國的遊戲 喜歡打遊戲的男士 很沉迷 是 是 是 這本就是有個陸先生叫陳萬鴻先生 他是一個很資深的出版人 是 是 是 他四十年之前去過中國大陸 大江南北 去了不同的三個地方 跟世界文化遺產有什麼關係呢 因為我幫忙的時候 我才知道 原來我們講到世界文化遺產 例如諾陽的龍門石窟 是 是 《青城山》 《刀江宴》 《欣墟》 《武陵縣》 和《三江並樓》 都在他這本書都有提過 這本書都是很難得的 當然有陳萬鴻先生出手 他也是一個很資深的出版人 對歷史又有很深的認識 所以這本書一定很精彩 是的 我們可能來看八月 有沒有可以在講座上給大家一個驚喜 是的 要先介紹一下 其實我們這個節目 就是自在人生自學計劃底下的 一個電台課程 雖然一般的聽眾都可以聽到 但是報了這個電台課程的聽眾 他是在每一個課程期間 有兩個講座可以參與 而參與這些講座 就多數可以看到我們的嘉賓主持的真人 平時沒有機會捉著他問話 到時就可以問問他 如果有些聽眾特別是對三國有興趣 而是報了這個電台課程 到時就沒有錯過這個機會 到時才捉著Francis問 今天我們有個主題 就不能夠講那麼多三國 到時看看Francis 你帶了一本書給大家參考一下 好啊到時給大家講一講 以及看有沒有有驚喜給大家 有驚喜 很興奮 不過為何今天不要講那麼多三國 因為我們今天要講澳門 其實澳門也是一個歷史很悠久的地方 也是香港人很喜歡去旅行的地方 所以我們在疫情下 經常講通不通關 很多人想去內地 也很多人想去澳門 短短的一兩天去逛逛 除了吃東西之外 他就是有很多歷史文化景點 大家去的時候拍照也很漂亮 去看一些介紹 了解一下故事也很豐富 沒錯 講一點澳門的背景 大家應該對澳門不惑生 但我們講一個歷史的脈絡 其實比香港更早 因為香港我們講的是1840年 或者1860年就開埠 澳門再做多200年 其實因為當時葡萄牙人在明朝 他其實已經對這個地方很有興趣 所以這個地方真正最後 如果說在外交禮節上的條約簽訂 就在1834年前 即是公元1887年 就是葡萄牙和清政府簽了一個 叫中葡和好的通商條約 結果就是清政府要把澳門的行政和管理權 就交給了葡萄牙 於是從此以後澳門成為葡萄牙殖民地 如果你這樣算一算 其實澳門在葡萄牙的興趣範圍內 其實他比香港在英國的殖民地 其實他的淵源 如果我們從一個文化史的角度 其實他的中西文化交流 他比香港更長 難怪他的交流好像徹底一點 以及融合一點 即是跟那裡的人的生活 沒錯 所以為什麼我們講 世界文化遺產的一個區域 澳門其實去很多地方 總共因為大家都有那個教材 我真的有讀過有25個地方 因為大家知道葡萄牙 其實他是一個天主教的國家 所以你見他其實列了在世界文化遺產的名錄 他很多都是教堂 是的 全部都是 我計算是9個 9個都是跟宗教 甚至準確一點跟天主教 是有密切的關係 是的 包括全中國最早的教堂 就是在澳門 全中國最早的教堂 是的 全中國最早的教堂 在澳門 而且澳門的教堂很漂亮 是的 譬如說炮台 西式的炮台 最早的燈塔 也是譬如說 最早的西式劇院 你都可以找到 修道院 保存最久也都在澳門 其他地方很不同 很有歐洲那種韻味 是的 是的 我自己認識一些澳門人 或者去澳門有時候聽人說故事 吸收到的就是 香港是英國的殖民地 但我們不是很多人會認識英國人 也有一些時候我們看到 原來有一座很古舊的建築 沒有人收緝 又或者本身那個業主不要了 究竟拆了它來蓋房子 還是怎樣呢 經常都有這些討論 然後因為大眾知道這件事 才是大家說 好了好了 我們不如保育它 但澳門 一向他們都有很多浦語的人口 他們又認識浦國的文化 好像是比起我們認識英國的文化 他們會深入一些 還有他們可能很早 已經有歷史建築這件事要處理 所以他們又好像很有經驗 亦都好像保留得好一點 沒錯 這個我覺得是一來歷史內 第二就是他們 我想在葡萄牙的管治之下 很多地方尤其是 大家都知道民政總署中心 其實是一個政治運作 一個國家機器的地方 大家都知道西方的運作 其實宗教佔一個很重要的部分 尤其是我們說15世紀大航的年代 我們是密志倫 哥倫布 大家都聽過這些名字 是的 小時候讀過 是的 其實歐洲我們說 帝國的興起最早就是 葡萄牙 然後西班牙 然後荷蘭 然後英國 他們要去拓展他們的航海事業 其實目的就是去其他國家 拿一些資源 當然這個我們 如果從歷史說 這個是大歷史宏觀的角度 是一個帝國主義的侵略 是的 但是如果從文化交流的角度 就因為這個中西文化 透過航海 最終我們在中國一個地方 你看到很濃厚的 歐洲色彩的一個地點 這個我想是歷史 其實在幾百年我們看回 為什麼我們會有這些建築物 其實大家可以從這個宏觀的角度 可以著手去想一下 是的 就是究竟這一座的建築物 什麼時候建 為什麼會建在這裡呢 其實真的要仔細研究 現在這個年代 我們都方便可以找到很多資料 那休息一會 待會回來問一下Francis 今天你就拿著一本很精美的 關於澳門 有些很多建築物都畫了圖出來的書 快點介紹我們看你這本書 因為這本書很精彩 其實我很喜歡看那些 叫做剛才你說 有朋友邱逸博士 出本《香港極簡史》 其實我很喜歡那些一本書 很大本 就輯了整個中國歷史 然後還要畫圖在裡面 又或者有些皇帝的照片 可以看到 而且最好是可愛的 更加令人看得開心 你這本好像有了 包羅萬有 這本我真的要推介給大家 為什麼呢 它的書名叫做 《歷史裡的中國世界文化遺產人》 很可愛 經常畫中式的漫畫 是啊 這一本 因為講開世界文化遺產 大家如果有聽我們的節目 其實中國在2018年 它有四十幾個世界文化遺產 這本書有什麼特別的地方呢 就是它包含了歷史 文化 科技 地理 建築 藝術 打開澳門的版本 你就知道了 大家都看到 有大三巴 有間很漂亮的教堂 有旅遊塔 是啊 很仔細 很仔細 我想大家讀書 尤其是我們講了 人到中年以後 你又不會拿了一本書 因為你每天都有很多事情做 又要照顧家庭 又要煮飯 又要打理家庭秤務 很多事情做 工作又繁忙 工作又繁忙 有時候讀書 你會在琐碎的時間讀 這本書最好 你打開那一頁 看到那個圖 你起碼精神一點 而且吸收 因為它的字都要多 而且我們講出版 現在就是圖綠色 就像剛才你說的 一打開 你有圖 有文字介紹 那你就讀得入神一點 而且人的腦 從圖 你就會有視覺的效果 你再加上文字 你就會讀得入老一點 其實大家都知道 大三八是怎樣的 但是 因為它畫了這麼仔細 放大了 又會令到你 有機會在這裡 仔細看著它 原來建築結構 是這樣的 是啊 我覺得挺有心的 所以都推介大家 可以去圖書館 借回一提 還有這兩版畫到的景點 其實是不是 都是文化遺產 基本上 基本上它選了一些重點 文化遺產 我們先從澳門講起 澳門這兩個字 對 澳門這兩個字 怎樣叫澳門呢 你說得很好 這個問題 為什麼呢 因為澳門 話說當時葡萄牙人 坐船來這個地方 他又不知道叫什麼名字 那些澳門人 你知道 就只懂得說中文 他就跟他說 這個地方叫媽閣 哦 即是因為那個地方 是媽閣廟來的 他問他的時候 是媽閣廟來的 其實是天后廟 是啊 天后廟 那你媽閣 最後叫麥靠 哦 原來是這樣 差不多音 差不多音 然後就變成澳門了 其實麥靠的意思就是天后 沒錯 現在說到天后 這個其實都是一個非物質文化遺產來的 為什麼呢 這個故事呢 先講一點 那就是 講福建有一個叫林麥良 那就是一個漁民來的 那家裏就是打魚 那其實她是一個女生來的 即是那時候 即是她就是在宋代 即是說五六八年前 那就是她的爹地出去打魚就遇了意外 但是她中間就是她去 在 即是為什麽跟那些漁民 就報一些信號 為今天天氣會是怎樣 小心譬如說 吹東南風 海有中治大浪 就是有些天氣 好像天氣的報道員 是的 所以其實那些漁民很感激她 那她死了之後呢 她就化身了變成叫媽祖了 嗯 那所以呢 就保佑那些漁民 沒錯啦 保佑那些漁民 即是祈求他們的捕魚 就是信你啦 出入平安啦 因為你知道海上有很多 啟不到的風險 隨時一個風浪 你整個船就會被蓋住了 是的 那我想說什麼呢 就是從文化的角度 媽祖的信仰 以及我們只要你看到有媽祖廟 你就知道這個地方 它最早就一定是近海的 嗯嗯嗯嗯 即是廟那個地方 基本上就是海皮來的 是的 但是如果你現在看到它不是在海邊 其實就是填海填了出去 沒錯啦 你真的一點就明白了 真的 我們講的 這個叫做一點化三清 還是很靈通的 的確是這樣的 所以大家 因為香港就是 其實那個名字叫媽祖廟 其實就是我另外一個名字叫天后廟 是的 所以其實你在香港也是 只要你發覺 咦 為什麼突然間灣仔 或者是沙基灣 有天后廟 但是你來過陸地 好像來過碼頭 海岸線好像遠了 是的 就好像你剛才那樣的推論 是的 的確是這樣的 是 那大家下次留意一下 無論你去到 即是中國內地的不同城市 或者台灣 你都留意一下 那些天后廟 或者媽祖廟 其實是 的位置 是在哪裡 可以推算地形的變化 沒錯 沒錯 那另外一個 因為我們現在 講開就已經是 跟宗教祭治 或者信仰有關 那我講開另一個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去過大三巴 大三巴側一邊 其實有一個叫拿渣廟 那不知道有沒有去過 是的 拿渣廟 大家一般人認為 他是一個叫做 道教的神 或者是民間信仰的神 大家都有看過封神堂 是的 那拿渣應該 大家都看過 他就把龍王山太子的根 就抽起他 然後最後他便削骨還褲 削肉還帽 其實最後他變成了聖仙 但是後來我查一些資料 我自己寫了一篇文章 原來拿渣是不折不扣的佛教神子 即是本身是印度的神子 去到中國之後 慢慢他就民間或者道教 吸收成為他的神子 好有趣 將他的故事演化成另一個故事 是的 有趣的地方是甚麼呢 因為拿渣這個人物 也是補瘟疫補平安的 香港在深水埗有一個拿渣廟 是的 當時就是有瘟疫 他們在惠陽請了拿渣 因為你知道古代或者以前的醫藥 就不是很昌明的 是的 你的醫治手段也都很落後 所以會造成像現在譬如說有疫症 很多人死亡 其實都沒有甚麼辦法 都沒有甚麼辦法 所以你之後怎麼說 最後就是祈求神命保佑 寄託他可以通過他的神力去驅趕瘟疫 拿渣其實都是有類似的功效 噢 如果聽到拿渣的名字這麼有趣 可能都是印度音 沒錯 你說得對 最初是一個繁文的音 慢慢變了現在我們所知道的日拿渣這兩個字 它有一個印度的名字 有一個繁文的名字 這個拿渣廟在澳門是否比較小間 小間一點 小間一點 它其實在大三巴 大家如果去過它旁邊 其實大概是我的記憶 就是在大三巴側一點 其實廟就在旁邊 有趣的地方是甚麼 因為大家都知道 剛才都說過 其實25個地點 有9個地方是跟天主教很有關係 大三巴大家都知道它的歷史 其實它本身是一個教堂 不過燒了 只剩下一個牌面 所以只剩下一個面 只剩下一個面 但是你猜不到 原來這個教堂旁邊有一個中式的廟宇 我們經常說中西文化結合 紫尺之間 你就見到一個中式的廟宇 襯托著一個西式的大教堂 雖然它現在剩下前面那個教堂的面 我覺得我的觀察能力真的太差了 去到大三巴的牌面後面 通常掛著看下面地下的東西 想像一下 以前整間的時候是怎樣的樣子 有多大多闊 然後就沒有看再遠一點 隔離左右的東西 是的 如果你下次再去的話 你留意一下 其實很近的 就是在大三巴旁邊 大家日後去到大三巴的時候 記得要看旁邊的拿渣廟 其實澳門被稱為歷史城區 整個範圍是文化遺產 包括好像二十幾條街 裡面有一些建築物 還有地區 什麼什麼前地 那些都全部是保育的地方 是的 你說得很對 這個整個地方是它的舊城區 做了一個核心 我們知道其實它都在2005年通過 這個UNESCO聯合國教法文組織 沒錯 所以變成中間好像我們都知道 其實都有一些少許破壞 是的 包括東岸人燈塔那裡 那些景觀都變了 那些高樓大廈 但是其實我不知道細節的要求是怎樣 當然有很多的要求是UNESCO 要他們保育建築物和地方的樣貌 或者質素 不要因為很多旅客去 就會變成危樓 但是如果你說城市發展 旁邊左右 或者對面填了海 建多了樓 令到它看出去不同了 這件事真的挺難控制的 其實是的 所以如果大家還記得 我早兩集節目 其實都用澳門做例子 其實是怎樣 當真是它說 其實那個資料都有說 就是它有一個緩衝區 你除了是一個舊城區 你那22座的建築物 或者那幾個地點 是需要保育之外 其實你還要特劃定一個區域 跟這個本身整個區域的風格面貌 尺度 甚至建築風格尹味 各樣東西其實都有一個一致性 換句話 如果用我們聽得明白的話 就是說 你不要在舊城區 突然過了一條街 你就變成高樓大廈 那就會失去了意義 所以緩衝區的意思就是 UNESCO其實都說 你如果要做這件事 麻煩你也要做定這事 比如剛才你說的 有些高樓大廈升得高的 高於他們本身特定範圍 這個我們又要檢查是多少 但是呢 UNESCO就會出個 警告信息 不行 你要在什麼時候 麻煩你整理 補救這件事 要不然 我們會採取下一步行動 所以 被列為有些世界文化遺產的國家 他始終都要學會這件事 如果他最初被列為文化遺產 很興奮 因為多了女客會來 而保育得不好的話 他就會逐步 別人會告訴他 你哪裏哪裏破壞了 你哪裏要回復 否則我就隨你明白 那你就做不到 這個世界文化遺產 被認可的這件事 是啊 所以凡事如何說 在經濟收益和保育上 都有拿一個平衡位 這是很重要的 不過我自己就覺得 澳門的很多地方 都保育得不錯 很多年去澳門的時候 都依然見到很多 很有葡萄牙特色的建築 都還在 特別是一些大型的教堂 都好像是保育得不錯的 是啊 這裏要講一講 有個地方 其實澳門有三座教堂 其中有一座 中文名字比較巧合參手 叫做聖勞寧佐教堂 聖勞寧佐教堂 我知道裏面有個字 是我從來不懂得讀的 就是靈字 靈字 如果你熟悉佛教的經典 叫靈嚴經 就是那個靈字 好像木字邊有個四字 下面有個方字 下面有個方字 所以從來是不懂得讀的 是啊 是正常的 你少用這個字 但是如果英文 如果大家懂英文 你就很容易讀 叫聖勞寧佐教堂 原來就是這麼簡單的 很簡單 為什麼呢 因為這個教堂其實都是 我們講葡萄牙 本身是天主教的國家 所以很多裏面 除了這個教堂 其實是另一個聖奧斯丁堂 中文叫聖奧斯丁堂 其實是澳門最早是蠟燭的教堂 澳門的天主教教區 其實就尤其是聖羅倫斯丁堂 其實是一個很重要的 牧羊的一個中心 牧羊中心 是牧羊 因為天主教他神職人員 他是一個牧羊人來的 信眾或者一些平信徒 是羊群來的 就是在他的教義之下 所以我們就會用回他的主意字眼 就叫牧羊 OK OK 你明明是研究佛學的 想不到天主教的東西都難不了你 我以前有一段時間 我是和其他宗教有聯繫的 天主教和基督教和神父牧師 甚至他們的主教和書記 其實都有點接觸 所以多多一點就是偷師 雖然就不是那個教的教徒 但是就拜一下 但是認識多一點 變成你去到一間教堂的時候 都會對他可以有多一點角度去到欣賞 是啊 我又真的講一下我的親身經驗 我去這個教堂 我其實就不是天主教徒 但我又很喜歡進去教堂 因為為什麼呢 教堂譬如你進去 第一 裡面的裝飾其實很漂亮 是啊 很揮霍 因為你看到西方的 這個跟建築有關 西方宗教的教堂 它是很崇高入環的 即是它要接近神 很高的 對 全部都很高的 而且你進去教堂 你的心就很寧靜 很平和 是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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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即是就算你不是教徒 你就這樣參觀他的藝術 即裡面的一些裝飾 或者一些他們的聖像 或者一些聖人的像 其實你都覺得整個氣氛其實很寧靜 你好像去了另一個神聖的角度 是啊 即是一幢牆隔開了 就已經是第二個感覺 沒錯 跟街外面 所以有時候我覺得 我們做人的眼界要闊一點 你不是教徒 但你有時候 我們叫入鄉隨俗 了解一下 有時候也不是一件壞事 是啊 即是有時候我去到外國 都會參觀一些舊城區的教堂 都是覺得很漂亮 間間都有不同的特色 但是進去 雖然不知道那些故事是哪些故事 但是有時候看到那些玻璃上面的畫 或者一些雕出來的畫 都知道是一些聖經的故事 都會覺得他們的工藝不得了 沒錯 有時候我們講的很多宗教建築物 其實從另一角度 它都是世界文化遺產裏面的其中一些標誌 是啊 所以有時候有很多東西 那個界線很難去定 究竟這叫宗教還是文化 但我們就算不是宗教的信徒 但你可以從文化角度去欣賞它 所以我最喜歡如果參觀這些有宗教意味的地方 就有一個導賞員講解一下就最好了 他又可以講一些那個地方的背景 又或者好像Francis那樣喜歡看書 看好一些書的介紹都會認識那個地方多些 好像你現在手上這本羊羊套 就令大家可以在短時間之內 有短短的幾句認識一些不同的地方 是啊 好像這個懶人包 有些公仔有些字 那麼起碼大家去之前做一下功課 你整個人真的不是一個遊客心態 你反而在過程裡又學到很多東西 是啊 所以其實澳門就是真的很多東西看的 也都很多特別的地方 那剛才提到澳門 它就有很多文化遺產在那裡 大家都知道它是歷史城區 裡面都如果要拍照拍戲那些人 實在有太多的美景是可以選擇了 拍婚紗相也很熱門的地方 那其實呢 究竟澳門是符合了聯合國教科民組織的哪些標準 所以它有這麼多文化遺產在那裡 原來它是符合了大概四個標準 因為它有很多條 說的是符合第二第三第四和第六條的標準 例如第二條就是它體現某一個時段 或者世界某一個文化區域裡面 人類價值和它的表現手法 在建築學或者技術的領域 在不老的藝術創造 城鎮規劃或者景觀設計這些方面的發展進程裡 是有互相交流和影響價值的重要交替的 第三條就是包含了對一種文化傳統 或者依然存在又或者已經消失的文明 裡面的獨一無二或者是不可多得的一些證明 第四條就是顯示人類歷史的某一個 或者幾個重要階段裡面的一些建築物 或者建築群或者是技術上的組合 又或者是景觀的非常傑出的一些例子 而第六條就是提到 和重大事件或者生活傳統思想信仰 或者有一些特出的普遍重要性的藝術 文學作品都是有直接或者明顯的關係 雖然聽起來好像很複雜 但是大家都聽到來來去去都是那些建築物 或者那些文化是有互相影響 也都是有一些普世的價值在 其實大家不用擔心 看到這些陳美詩很好 他真的總結了 其實我們之前說的那些也有關係 包括我們剛才說的馬祖廟 拿渣廟 這個是中式的信仰 另外我們說有教堂 有天主教的信仰 其中一個叫做花地舞的巡遊 稍後我們會說 另外我們說這個整個城區 有22座的建築物 我們剛才勾劃了一些重點 與此同時我們也說了 其實我們也要說一些建築物的結構或者特色 包括我們剛才說的教堂 Saint Lawrence Church 或者大三巴 所以更加重要的是 剛才我們說的這個區域 回到剛才說的中西文化交流 就是幾百年來 中西的文化 其實我們在澳門整個城區 完全體驗出來 所以大家看到這些定義 我不知道大家考試或者做功課 可能他們就會問這些 但是如果你作為一個知識 很容易貫通去講解 其實我們從節目開始 到剛才差不多接近尾 這些將會說的就是列入了非物質文化遺產名錄 與香港有點相似 例如有粵劇 藍音說唱 道教科兒音樂 土生土語的畫劇 媽祖信族 拿渣信族 愚行醉農節 我真的不知道是什麼 還有苦難善耶穌聖像出油 花地馬聖母聖像出油 涼茶的配製 木雕 特別是神像的雕刻 還有土生蠔人美食烹調技藝 這個大家都知道 那些蒲角雞飯 戒央多 又或者是燒乳豬 哇真的 講完之後很想吃一下澳門菜 但是剛才Francis 你是不是想說一下花地馬聖母像出油 這個我自己有一個理解 其實大家都知道葡萄牙有一個地方叫做花地馬 話說聖母像有顯現神跡流眼淚 所以他們這是一個陣子 他們每年定了一個日子就會出巡 將這個聖母像捧著 好像中國的神廟一樣 捧著真的有一個儀仗隊 這樣就把聖母像搖勻整個鎮 這樣是很出名的 所以花地馬這個聖母像 其實在葡萄牙就很出名 那是這麼中式的 會拿著那個像去巡遊 對 很有趣的 所以到澳門其實就照版轉滿 所以其實在澳門除了看歷史建築 如果遇著一些特別的這些出遊的日子 或者不同的節 其實都很熱鬧 應該 你會感受到這個地方 很有歐洲風情 尤其是天主教那種很濃厚的色彩 如果你喜歡外異地文化 真的不用去歐洲 對人家坐過船 還有那些叫土生土語話劇 如果你去看一個葡語的話劇 真的好像去了葡萄牙一樣 沒錯 因為這裏又多說一些冷知識 葡萄牙人其實我們叫麥卡迪斯 這個有個名叫麥卡迪斯 其實很多是葡萄牙裔的人 混合了華人的血統 我們叫做歐中混血 所以他們有很多 其實有懂葡萄牙文 又懂少少中文 所以譬如說 這裡裏面有的就是 耶穌聖像出遊 也有媽祖的信仰 還有拿渣的信仰 很有趣 中式的也有西式的也有 然後再加上葡萄牙的 宗教信仰也有影響 所以我用一個字來形容 澳門這個地方就是 中西文化一個大熔爐 你可以在這裡 你想要有看到什麼 你都可以看到 譬如說在澳門逛逛的時候 去一些公園 他也有很多公園 甚至乎墳場也有參觀過 你便會覺得 明明是很多街坊在這裡活動 很中國的 這些是中國人 但是他的那些景觀也很愛國 所以很有趣 還有有時候會看到賈梅士像 我又不認識這個名人 但是對於澳門人來說 賈梅士真的非常出名 有很多地標都有這個名字 是啊 賈梅士 跟大家分享兩句 他本身是葡萄牙十六世紀 一個最偉大的詩人 他寫了 其實如果大家現在去澳門 在文政總署大樓 他有過賈梅士的像 八甲茶公園也有賈梅士的像 很有趣 原來看看他的身份 他除了是私人 他又當過兵 當過兵又不小心 參與一場戰役 就沒有了一隻油眼 然後怎樣呢 流離失所 他去了不同的地方 包括印度 馬六甲 去了一個當時葡萄牙管轄的一個群島 叫聖魯索加群島 包括現在我們說的澳門 他都有逗留過 他有一個作品叫做 《奴制塔尼亞之歌》 所以我們說 這個就是很有文化色彩 雖然大家未必很熟悉這個人 但他是一個大師人 原來是一個大師人 沒錯 記住賈梅士這個名字 其實我記得我在八甲茶公園 看到他的雕像 沒錯 你說得很對 所以其實 尤其是 再講開 有一個特點是什麼 大家不知道有沒有看過 香港有一個劇集片 《十月初五的月光》 有有有 Chi Lam 其實你看到 那個是街道名 因為十月初五是一個街道名 其實你看到澳門的街道是什麼 他有葡萄牙文 是的 那些街道名的牌 都有葡萄牙文 是的 還有他那個設計 跟香港很不同 街道牌的設計 好像那些花磚 那些磚藍色 是的 很多人都會拍照 是的 很漂亮的 真的很有歐洲風情 和我記得 去到歐洲 一些小鎮的路牌 是有點像的 沒錯 說起葡萄牙的烹調 入了這個非為 其實一點都不意外 是的 當然 你通常去澳門 是不是一定都會吃一頓葡國菜 會啊 我也會啊 至少留一頓 有時會吃兩頓 是的 其實所以 你會感受到這個地方 真的 我們說在一個 中國的地方 但你會見到意味的風情 嗯 最難得就是這件事 沒錯 今天我們就介紹了澳門 下一個星期 下一集 我們就向著中國內地出發 會首先講一下故宮 今天先講到這麼多 謝謝Francis OK 別客氣 自在人生大學堂 自在人生大學堂